希望所有开车都平安 所有老人都平安等等 所以我这样说 当然就像每次都有人找我 师父我等一下单独找你 什么事什么事 那我就跟他说 事实上不用太依赖法师 因为法师在台上所讲的 以及带着大家一起做的 都在解决你的问题了 但是解决你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忘了你的问题 虽然你现在在生病啊 现在你有一点失业了 你不要去找依靠 你就赶快去关心别人 生意不好 那你要多一点时间 去关心别人做义工 这样就好了 所以生病 生病来自于业啊 你好好忏悔 业来自于心态啊 那你就用一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佛讲的一种悲心 你念大悲咒 念般若心经 用这样圆满的心态 来引导你的心 消你的业 让你的冤心在主感动 超度了 因为你改变了嘛 所以那这样 你就会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这呢 碰到好的因缘 但是不要依靠 所以不然呢 这个世间 一切都会变化的 哪一天这位法师告诉你方法 结果你越来越生病 事实上也不见得 这个法师错啊 对啊 只是你就会怪 哎呀 我给钱都没好啊 我捐钱也没用啊 因为你不懂得 活法的根源 修行不在意 有时候我都 曾经有一个人找我 师父啊 我生病病了要死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我也生病 你要救我吗 所以我旁边很多人生病 那当然呢 我这个人比较直啊 病的原因 来自于我们的无名 那你就透过生病 要好好的去思维 按照佛教去思维 现在生病不用上班 多好 没有人会要求你上班 你就赶快利用生病 好好地来思维 反省 来修行 我想就像有人问我说 师父哦 腰不能动 我躺在那边念经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佛法在你心中啊 当然不是说 你好好的故意要躺着 现在你生病了嘛 所以任何时间 佛法不离开你的心就好了 就像刚刚开始我们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利佛 我这个人喜欢念很慢 然后我看过佛陀的传记 哎呀 佛陀太伟大了 所以当你意念 南无真华长老 哎呀 我亲近真华长老那么久 如需长老 他们的这种功德 他们这种悲心 甚至为人类所受的灾难 所以这些老和尚 都是来承受众生的灾难 供严的 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 菩提心 菩提心才是生命 那这要往生之前也要问你 你还怀着菩提心吗 你要守着菩提心 所以 因为他们认为 菩提心是唯一的生命 所以 那你去想他们的德的时候啊 那来鼓励自己 而不是光赞叹 光赞叹 然后自己也不想做 佛陀不生气 你干嘛生气了 佛陀不骂人 你干嘛骂人 佛陀没有嫉妒心 你怎么会有嫉妒心呢 所以 有时候当然你 看到很多 美其名叫佛教徒 他做了一点都 跟佛教没关系 那各位 要想 那也是我们生起 悲心的对象 要一个人要 掌握佛法 精髓 很困难的 他来参加法会 是有所得的 所以 可能在家里无聊吧 可能是怎么样 哎呀 他没有办法 看到那个真相 所以 对他来讲 好可惜 那对我们来讲 就是多一个慈悲 回向给他 就像各位刚刚在点灯 希望他 开启智慧 所以 每一个因缘 你要利用他来 来 调伏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心 又离开了 佛法的 那个部分 所以 顺境的时候 我们学习 逆境的时候呢 我们 升起了 处理心 警惕心 所以 惭愧心 对方的不圆满 都跟我也有关系 所以 佛法 是 究竟的 当然 不离开世间 利用插花 可以度众生 利用做医生 可以度众生 但是 不要活在世间的技巧 有些 有些 曾经有菩萨的 问我 师父 我那个弄得怎么样 我说 弄得很好 但是我有时候 心里的滴滴咕咕 他心里还不漂亮 你把外界 弄得怎么漂亮 你把花草树木 师父弄得那么庄严 但是你内心 不庄严 这好可惜 你把阿弥陀佛 唱得这么好听 但是你内心里面 好像不在极乐世界 所以 这个就 离心外求了 我们在追求一个 一个外在的表象 这很可惜 但是话要讲回来 谁了解自己呢 这个世界最难的 什么叫空性 空性就是 客观的看自己 叫空性 不是主观的 看自己 我要 我不要 所以一个人 要达到这种 客观的看自己 也很困难 就像我现在 在讲话 老师说 我变成两个人 我在听这里面的声音 我在听这里面的内容 我一直在听 这样讲 对跟错 我的知识 我的眼神 我的一切 我都一直在盯着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不要把那个感觉当作我 你把感觉当作我 就像一个爱发脾气的女人 她失控了 爱得要死 恨得要死 所以佛教讲 你这个决性 是你生气了 你知道 因为那个不是我 生气那个不是我 贪心那个不是我 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 声音也不是我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我 所以 那不是我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佛性 它是一个觉性 我看它看得很清楚 所以 而不会被环境影响 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修行 当别人突然侮辱你 有一点不舒服 不舒服 那个时候魔性又起来 你要知道 当你看到一个很漂亮 很喜欢的 你要知道 我又起心动念了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才是你最好的善知识 但是如果你 真的没办法 那你一定要清净善知识 真正 真正你观察过了解过 并不是说 他很出名 不是 但是他真的有一颗稳定的心 像佛的心一样的清净 对众生有慈悲 这个是你确实观察过的 那你可以去跟他学 但是你跟善知识学 那有时候啊 我发觉很多人很难 他只是把善知识的话 参考参考 你给他讲一 他还是继续在做他的二 没办法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啊 反正对每个人他都跟他说 但是有些人啊 很难 刚强 难调 所以我最高兴的一句话 是我师父碰碰我的手 海涛 你还可以 我师父轻轻讲一下 我就 我就会疲痒了 这样 赶快赶快赶快 赶快调整 就像佛陀说了 骑马的主人 鞭子拿起来 这一针马就知道要怎么跑 他不用 啪打在他身上 所以各位你要 你要这样子 把自己交给佛啊 Normal Ami Thoph 交给你的师父啊 可以 但是我们讲的是 心态 所以念一下 以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所以我们学佛 是为了掌握圆满的谱形心 那这个师 这个老师 这个上师 这个师父 他也是佛心 所以他显现佛的行为 佛的事业让我去做 可以了 以师志为己志 但是我发觉 现在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 以师志为己志 猛冲 却离开了佛心 你的上师 你的老师 你的师父 他不是一个菩提心 你要小心 那你这样就 依人不依法了 这个是现在的末法 很多人跑来跟我说 哎呀师父 我对佛教 没希望啊 那我都觉得 因为你的 我是用对方的佛心 而不是他 因为这个老师 有可能哪一天吃肉了 还俗了 对不对 退转了 所以就像一个女人 她用她的生命 去爱她的先生 她觉得她先生 对她很好 结果哪一天 她发觉她先生 外面有女人 哇 她崩溃了 这个 不是 对方对错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有问题 因为你是一种执着 各位要记住 记住 她不是真正在学习她的法 她只是执着 那这样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根本没有把法用在你心上 如果有一个人在法在心上 她是独立的 她不依靠的 而且呢 她是平等的 因为 我师父常给我讲一句话 今天你去拜佛陀 是让我们学习 所有众生身上的优点 这个叫学佛 如果你学佛 而看不起其他宗教 如果你学佛 而看不起其他人 那你就白学佛了 所以 我按照我的师父讲话 去跑监狱啊 跑社会啊 原来监狱里面这么多佛啊 念下来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对方的优点你找到了 所以只是他还有杂染心 因为他是个受刑人 他是个精神病患 但是你仔细观察 你要学他的优点 这样你才不会以感情化 来这种偏执 去想要抓住什么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充满了很多 他们叫邪师 甚至修行的团体很大 但是之间却没有那么正确了 各位要在这一点上面 要自己要很冷静 很冷静 所以不然的话 你的心 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学什么 重点在哪里 那当然 怕自己不圆满 最好的方法 以我们的佛教 多看佛经 多听佛法 那自己的因缘 好不好 要看自己 福报够不够 如果你福报不够 那就没办法 所以为了修福报 各位要经常供养三宝 为了修福报 各位要经常去 慈悲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清明节 不要光畏自己 不要有个人动机目的 因为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我是为众生 虽然我是出家人 我不会喜欢讲 请你护持我的道场 请你护持我的想法 如果我这样有分别心 那我就离开佛心 所以我们只是觉得 今天我是一个 不分在家出家菩萨 我要做的是 这个社会 有需要帮助的 有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都跟他学 天主教的优点在哪里 基督教的优点在哪里 一个老人家 一辈子不生气 不懂得治 他的优点也是我们学的 而不是说 你是佛教徒 我才要学你 所以我在这边 虽然我们很喜欢 亲近法师 但是请各位不要迷信 也不要执着 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点 学佛看到众生的优点 而学习它 而不是依赖它 你这个人就像 刚刚讲一个女人 我这个老公很孝顺 所以我来爱她 那你根本没有爱自己 她孝顺是她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去依靠她 一个孝顺的人 也会有邪淫 如果她碰到了一个女人 是她上辈子的妈妈 那你怎么办呢 她继续孝顺 因为生命有轮回的 所以这一点要 要非常非常的冷静 所以多念佛 祈求三宝加持 这样会比较圆满 我想念佛最好的方法 就是实际